爸爸妈妈平日里忙 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 自然就落在了奶奶身上 慢慢的 奶奶的生活 开始在家里的厨房 和小区里的院子间徘徊 结束了上午的运动 奶奶带着姐弟俩回家 开始着手给孩子们做午餐 要知道 平日里为了让刚出生的小韵臣 能够营养充足 一家人徒增了不少烦恼 甚至连最平常的胃奶 也要兴师动众一番 今天 为了解决重庆宝宝的营养问题 奶奶准备拿出她的独门妙招 看到全家人幸福和睦 奶奶也露出了那一幕 如茉莉般微笑 老人也许就是这样 两点一线中的幸福 家人微笑中的满足